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通物视觉 方价OpenMF Lab系列课程 这是我们第六讲 底层视觉与MF Editing 我是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 李建勤副教授 那本节内容呢 分为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先介绍了计算机摄影学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图像超分 我们说一下经典的这种模型算法 常用的损失函数 对抗生成网络的一个简介 基于GAN的超分模型 以及视频超分的这个介绍 然后我们会介绍 如何在MF Editing 实践以上的这些算法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会介绍另外一些有趣的问题 包括图像补权 图像转译 抠图 以及如何使用MF Editing 实践一些传用的算法 超分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把一张图放大 然后恢复得很清晰 超分辨率这个方向是很重要 因为它在很多场合 对很多应用 可以进行图像的视频来放大 大家可能看过很多好栏目 间谍电影 比如说中央情报局特工 常常会用一些高科技手段 把一张模糊的一份照片 还原成清晰的人脸照片 比如说在这部电影 充充的影片 女主角的脸 在闭露电视上 看起来就非常模糊 中央情报局就用了这种超分技术 复原她的人脸图像 现实中呢 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 许多研究人员 致力把这种AI技术 变成真实 然后复现这种电影中的炫酷场景 那这个问题是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在低像素的这种图像中呢 信息是被很少了 这AI模型没有办法 准确地去补足这种 缺失的高频信息 进而还原出 信息的人脸图像 所以图像超分呢 是一个学术界 还是一个备受关注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图像超分呢 这个目标很简单 就是要提高图像的分辨率 恢复图像的细节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这个高分图像 需要符合低分图像的这个内容 简单的方法是将单身图像上 进行一个双线 或者双立方差值 这样的方法呢 只能简单地提高这幅图像 在空间上的一个放大的效果 但是差之后这个图像呢 往往会丢失掉这种高频细节 那这个问题呢 困扰了科学家很多年 超分辨的这个相关研究呢 在1984年就首次发表了 而超分辨率 Super Resolution这个术语呢 在1990年首次被提出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 图像超分的这个技术呢 那图像超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技术 那我们来看一些实际的例子 那随着显卡就越来越厉害 计算力越来越强大 很多游戏呢 虽然玩起来很经典 但是在当前的这个硬件配置下呢 这些老游戏 这个画面常常都是非常粗糙的 让你看起来很难受 那不少游戏公司呢 就都有了高清 重置这些游戏的想法 那这些方法呢 通常都是很费时很费力的 那重置的这种游戏呢 也很少能保持 原来的这种风格和感觉 所以近期呢 就有一群之声游戏的玩家 就用超分的网络 把这些经典游戏高清化 那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使用超分的这种技术呢 把动画高清化 这是原来的视频 这是高清化的视频 那随着技术的进步呢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一些老照片 很好的高清化了 比如说这张图片 我们甚至可以把眉毛和睫毛 也能重构出来 最近也有一些研究者 尝试借助超分的这个技术呢 节约高清视频传输的带宽 传统情况下 当我们想浏览高清照片时 我们需要在网络上 传输高清图像 这会占用大量的 这个网络带宽 而如果在网络上 先传输低清图像 然后在用户设备上 恢复这个高清图像呢 就可以节省 大约75%的这个网络贷款 那除了在这个娱乐领域 超分在许多关系民生的领域 也有许多重要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将 卫星拍摄到的地面照片 恢复成高清晰度 以获取更多的地面细节 在医疗领域 我们也可以将设备拍摄的 低清晰度的影像 恢复成高清晰度 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这个病情判断 超分主要分为两个类型 那第一种方法呢 这类型呢 是利用多帧 低清晰度的图像 通过一定的重建算法 得到高清晰度的图像 那这个方法呢 常见于搅感影像 或者是视频超分 第二种方法类型 是单图超分 顾名示意 我们只有一张低分辨的这个图像 需要通过重建算法 得到高清晰度的这个图像 可以想象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主要是因为不施定的问题 也就是说 由低清晰度的图像 重建而来 高清晰的图像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它的解有无数种 那虽然单图超分 是一个病态的问题 但我们仍然有办法去解决 那我们知道图像数据里面 有它的这个数据规律 我们可以从已知高分辨率 以及低分辨率的图像中呢 学习出这种规律 作为我们的鲜艳知识 那如果我们要求 恢复的高清晰度图像 符合这些鲜艳知识 那恢复出的图像 就会更真实 细节也更丰富 在深度学习之前 经典方法的超分 大多是属于 基于这个系数编码 或是BarseCoding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什么是系数编码 系数编码是一种 无间度的学习方法 针对图像 我们会构建一个字典 使得图像中 任意一块图像 可以由字典中的 少数基图像 由线细组合而成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利用系数编码 来解决超分的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提过 超分是一个不适定的问题 通常我们需要用强鲜艳 来约束这个解 那系数编码怎么做呢 首先为了得到鲜艳 我们需要讲设 我们有一对对的 高清晰度和低清晰度的 这个图像 那在训练阶段 使用已知的高低分辨率图像 学习高低分辨率的字典 在推理阶段 将新的低分图像块呢 在低分字典里面 进行这个西书分解 这样的低分的基底 然后呢 我们将低分的基底 替换成高分的这个基底 然后那个西数呢 W保持不变 那我们就可以合成 高分辨率的这个图像块了 那最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图像块 整合重构 得到最终的这个输出 那这个就是西数编码的这个流程 那在当时候呢 西数编码这个方法 效果给人感觉还是不错 但它有个明显的缺点 当学习完这些基相量后呢 对于新样本的编码 同样需要解决一个优化问题 来获得西数参数 所以西数编码的方法 在训练和测试的过程 都是非常的耗时 那直到2014年 香港中文大学团队 第一次实现了用 卷积神经网络CNN 端到端的 从低分辨率图像 恢复这个高分辨率的图像 解决了西数编码 效果不是很好 速度慢的这个缺点 那其中的这个代表算法呢 是SRCNN 那我们接下来 会一起学习这个算法 那我们也会看一看 它的变种 FSRCNN 那然后我们也会探讨 采用深层对抗网络的这个策略 鼓励产生细节更为真实的 这个高清晰度图像 我们将学习两种算法 SRGAN和ESRGAN SRCNN是首个基于深度学习的超分的算法 证明了深度学习在底层视觉的可行性 而且速度和精度也能得到保证 提供了一种直接学习端到端的映射方法 像这个Sparse Coding 需要进一步的做预处理和后处理 那也可以基于传统的系书编码方法进行解释 那这个SRCNN模型非常简单 它仅有三层这个卷积层的过程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只需要输入这个低分图像 首先我们要获得差值 得到目标尺寸的图像 然后呢 第一层卷积基本上是 为了产生低分辨率图像中的这个特征图 那第二层的卷积呢 它产生高分辨率图像特征图 然后第三层的这个卷积 是用来恢复得到高分辨率的这个图像 之后我们输出的就是这个高分辨率图像 那这个SRCNN它每一层 都有一个明确的物理意义 那第一层呢 是为了提取图像块的这个底层局部的这个特征 那第二层呢 它是对底层这个局部特征 进行一个非线性的这个变换 得到这个高层次的这个特征 那第三层呢 它是组合领域内的这个高层次特征 恢复高清的图像 那我们可以分辨用F1和F2 来表示这个每一层的这个特征图 最后我们可以用F来表示最后的这个高清 当时这个设计呢 它用了这个三层卷积 那每个大小可以设置为 9 9 1 1 5 5 或者9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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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层它主要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特征提取 那这个是它的公式 这边我们用了Renew的这个激活函数 那同时我们要学习一个 C乘以F1 F1 M1这个权重 那C就是输入图像的这个通道数 如果是产生图像的话 C就为3 那F1呢 就是这个卷积核的这个尺寸 M1呢 就是为输出的这个通道数 那同时我们要学习这个 偏致的这个向内 那经典的方法 我们知道通常我们将这个图像 分成一小块一小块 并基于一系列的这种基底 对图像进行一个分解 常用的方法 包括这些DCT或R的这种小波 那分解系数呢 相量计为图像块 在基底上的这种演示 就这种操作 其实等价于用一系列的这种卷积核 对就是对应这种基内方法的基底 对这个原图像进行一个卷积 那F1Y中每个像素位置上的 M1维度的向量呢 即为对应图像块上的基上的表示 那使用神经网络 老实就是说这种基底 可以从数据中端到端地学习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层的这个卷积核 到底学到了什么 那我们可以看到 学到了一些对应于 用来做边缘检测的一些卷积核 一些比较复杂的 是可以做文理检测 那有些卷积核 也相当于一个拉普拉斯绿波 或者高斯绿波 那我们来看第二层 那第二层是用来做这个 非线性的这个映射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公式是说 包含了一个原料的激化函数 那现在我们是用图片 那我们现在的输入是第一层输出的这个特征图 或是我们也要学习一个权重 还有这个贴质的这个项链 那当这个权重 这个卷积核的F2等于一乘以一的时候 那第二层的这个卷积其实是将 FY的每个位置上的N1维度的特征 非线性的映射到N2维的特征 那这个特征呢可以看作是图像块 在高分基底上的这个表示 那我们可以在后一层的时候 用作与这个高清图像的成功 那其实非线性层的图定 只是可以有一层 它可以有很多层 但我们在SRCNN的这个实验中表明 主要用单层的这个卷积层 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那第三层的卷积核呢 其实是用来做这个高分辨率图像的 这个重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公式图像 那它的输入呢 就是第二层输出的这个特征图 同样的我们需要学这个权重 还有这个一纬的配置量 那第三层的卷积核 对应高分辨率的这个基底 其实用F2Y中的这个系数 对高分的这个基底 加权穷合 即可以得到这个高分的图像块 那第三层的卷积就完成了这个过程 那这三个步骤呢 其实就依对应系数编码中的步骤 包括就是图像的提取和表示 非线性的映射 还有高分辨率的图像重复 其实都是可以和系数编码对应起来 刷新的这个训练的分为几个步骤 首先我们要准备数据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习的参数 我们要设计这个数字函数 最后通过标准的HD 去训练这个模型 那准备的数据呢 我们可以比如说 用ImageNet的这个数据 图像作为高分图像 我们通过现场一样的这个方法 它又要得到这个低分图像 然后我们需要学习的参数 其实就是这个SRCNA里面 这个三层的这个全击和 可以去这个量 那数据函数呢 我们就使用了比如说 Error或者均方估差 那其实我们要做就是最想化 这个数据函数 去鼓励网络可以完美的恢复 这个高分辨率的这个图像 那最后SGT训练的模型 那我们就用SGT去训练的模型 那如果评价一个超分网络的信用 那一般我们就会用PSMR 或者是峰值这个信用笔 基本上就是这个值值越大 就越好 表示图分辐效果越好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可以看到就是说 SRCNA的效果 不管是速度上 还有这个PSMR的性能上 都远远的超越了 深度学习之前的那些算法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SRCNA当时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比如说 从事传统 日本党化方面 那些应用做得非常好 那我网友 也会用它来 从事一些高清的这个动脉 那SRCNA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问题 它其实是先对这个低分图像进行差值 然后在这个高分辨率的图像上 是进行这个转积的这个运算 其实这个它差值了 就叫做这个比较大的图像 其实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容易的这个计算 这个差值也不带来一些外信息 所以在这个数据级上 SRCNA其实速度不是很快 达不到这个实时的标准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在2016年发表的 FAST SRCNA 或者叫做SRCNA 在这边绿的图像上完成整个卷积的运算 这可以大大的降低整个运算量 然后我们也选用一些 1x1的基层 对特征图通道进行压缩 进一步降低整个基的这个运算量 然后在若干的卷积层后面呢 我们再用转式卷积层 所以Deconvolution或者Transpose Convolution 提高图像的分辨率 同样的我们也会用这个追发误差 来做这个数据函数 那什么是转制卷积呢 那转制卷积其实是对特征图 进行上产一样的方法 我们在语一分割的课程中 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这里我们简单复习一下 用这个例子 首先我们对这个3x3的卷积层 进行一个重新排列 得到下面这个4x16的卷积矩阵 那这个矩阵呢 每一行其实都定义了一个 卷积的整个操作 比如说这一行 其实就是这一个操作 那为了将这个卷积操作 表示为卷积矩阵 输入矩阵的向量程法 我们将这个输入的矩阵 4x4也为timing 为一个列向量 形状为16x1 那我们就可以将 4x16的卷积矩阵 这个16x1的输入 这个列向量 进行矩阵程法 这样我们就得到输出的列向量 那转制矩阵的通过矩阵转制 这个其实是调换的输入和输出的 自己的运算关系 可以对特征图进行 像怎样 那在SRCN里面 我使用一个矩阵程 完全整个特征硬生 因为特征这个维度低 通常会比较大 所以矩阵的预算量也比较大 在FSCN里面 为了增加负小层 我们使用一个S 是能源向于低的 将维度减少到S 除了减少特征硬生过程中的 计算量 然后就才通过 这个放大声 将特征维度 跨越到低 防止结果进度 受到影响 这个也是有效的 它会过去减少预算量 那FSCN的优势 在于在CPU进行处理的时候 这个速度已经可以达到10时 那再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在不同的上产背负的时候 只要微调用于上产一样的 这个反卷积权重 其余的卷积程的参数量 我们可以保持不变 那这样就可以在保持 重建质量的同时 也可以大幅的增快 这个训练的速度 我们刚才说了FSCN 它是用了这个转织卷积 去增加它的这个速度 或者上产量 但是呢 转织卷积都是带来一些问题 那研究员发现 转织卷积会在图像上 产生一个棋盘壳的这种效应 降低这个生成高分辨率 图像的质量 棋盘壳的那个效应呢 往往出现在 图像上最简术的地方 就是颜色最 比较强烈的这个地方 那导致这些棋盘效应的 出现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异尾的示意图 图中显示的卷积不长为2 对不长为2 那卷积核的大小为3 大小为3 那当这个转制卷积的不长 与卷积的核的大小 不一样的时候呢 不同的位置的输出 是由卷积核 叠加不同次数是合成的 那这种重点模式 在这个二维的结构中 同样存在 对于这个二维的结构 比如说 你看这个图片 两个轴 高和宽上的这个不均匀 会我们看到这个重点 会叠加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 不同大小的点形 棋盘状图案 那就是 深色的地方显示的部分 那这种不均匀的重点 现象呢 就造成一个棋盘 棋盘的这个效应 那为了避免 这种棋盘的效应呢 可以使用 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说 我们用简单的 上采样方法 比如说 最近你 或者线性的这种差值 对特征图进行放大 然后第二步呢 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 这个放大的特征图上面呢 我们进行卷积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就叫做次像素卷积 那次像素卷积呢 它结入了另外一种 生死 这个上采样的方法 那为了得到 比如说 R费的分辨率的特征图 我们首先通过卷积 得到R2的 这个通道特征图 再将每个位置的 R2的响应 排列成 R R2的面积的这个图像 那这个就是次像素的卷积了 它也可以有效地解决 这种系列的效应 那随着深度学习 模型的进步呢 一些更新 更复杂的结构 也被使用在 超分这个方法里面 比如说 Tritter在2016年 寄出的SR ResNet 就使用了ResNet的这种结构 从低清图像 产生这个高清图像 这个模型 其实包括了 点心的这种ResNet 产生网块 对就是基于ResNet Basic Block的这种结构 它也有一个 一些很多外的这种画场的机会 还用了两次 这个次像素卷积 完成这个分辨率的提升 那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一些 训练超分网络常用的损失函数 那最成功的是均方误差 做法是比较恢复图像 原始图像的一个像素值 并计算它的均方误差 那这种函数还是比较成功 比如说SRCNN和FSRCNN 都用到了这个均方误差 那另外一个做法 一个比较成功的损失函数 是叫做感知损失函数 那做法是比较恢复图像 原始图像的语义特征 并计算它的损失 那语义特征呢 是先有一些预训练好的 这个神经网络模型顶出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 在EVCNN数据底上 训练好的VGG的这种神经网络 计算这个语义特征 或者feature 那均方误差损失函数 其实就是逐像素去计算 每副低分辨率图像 到高分辨率图像的这个误差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定义无下 那通过比较每个像素的误差 就我们取平方在平均 得到一个数字子 并反向传播 对每一个层进行T度下降 优化这个网络参数 那事实上呢 均方误差表现其实也不错 大家可以在这个图上看到 它比叉值扩大分辨率 得到这个高分辨率图像 效果会更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一些细节 特征上会有些缺失 造成这个局部的模糊 那基于这个聚发误差的这个缺陷呢 2016年李飞飞团队 就提出了这个感知损失 那感知损失的核心思想是这样 既然是说聚发误差 在细节特征上修复的不是很好 那我就找一个训练出来的这个网络 我们叫损失计算网络 来捕捉企图像上的这个特征细节 根据生成这个特征图 计算这个损失函数 作为损失值的一个部分 那这里我们可以忽略掉色的部分 它是为了做这个风格重构的 超分使用的只有这个高层次特征 表示的损失函数 那具体做法呢 就是准备刚才网络说的 预训练好的这个损失网络 那一般就是在 比如说ImageNet的这个数据体上 先预训练这个模型 常用的是VGG的这种网络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损失网络呢 去比较这个恢复的图像 和这个原始高分图像的语义特征 并计算它的这个损失 那这边可以提到 注意的是说这个损失网络 不参与这个学习 整个训练过程中呢 它的参数是一直保识变 那特征重构是直接是计算 特征图之间的这个模式距离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重构图在DJ层的得到这个特征图 还有目标图像 在DJ层得到这个特征图 我会计算它们的模式距离 然后根据这个图像的这个形状 特征图的大小 过一化 那使用这个函数的目标呢 主要是减少特征图重构上面的损失 那我们希望出售图像在感知理解上 是比较接近这个目标图像 就是这个目标图像 但我们不严格的要求两者完全匹配 那使用了感知损失呢 我们可以影响的发现到 比如说这个恢复的图像呢 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 那现在超分的普遍上都会使用 同时使用这个均方误差 还有感知损失 那接下来我们会讨论 对抗生存网络在超分这个任务上的使用 那对抗生存网络呢 其实是一种监督学习模式 在图像超分的这个任务上 有广泛的应用 所以在继续介绍超分模型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对抗生存网络 那对抗生存网络呢 刚才说了 它是一个无监督学习模型 那可以建国数据的分布 并通过这个采样产生新数据 那我们知道监督学习 其实是学习数据对 这间的这个因素关系 那我们有数据X 那我们有这个 它的目标Y 建筑学习基本上在学习 这个因素关系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这个分类 比如说我们可以 输入数据X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类别概率 在无监督学习里面呢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学习数据里面的内在结构 简单说就是学习一个 概率密度的这个固体PX 然后我们学习到了这个概率PX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概率分布里面 去采样新的样文 对它生存网络 其实就属于这种 无监督学习的 怎么去学习这种数据的分布 这些图像我们在 OpenMap的第一节课 我们也看到过 它们都是GAD模型生成的 这种奖案面 现在已经非常逼真 难辨的真奖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GAD网络的 一个应用 我们可以用GAD模型 你和人脸数据这个分布 再从这个分布中做这个采样 就可以得到这些 看起来非常真实的奖励 除了凭空去生成这个图像 GAD模型 也可以基于已经有了图像 内容 然后生成一个类似的图像 比如说右边的这个视频 是GAD模型 GAD模型从左边的这个视频 生成出来的 这个内容我们会在下节课中 学习到 那么在这节课中呢 我们主要介绍GAD模型 在图像超分中的这个应用 那这张图中呢 第三个模型就是用GAD 作为一个超分模型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它比第二张 这个图拥有更多的细节 就是增加了GAD模型的这个效果 它更贴向于这个原始图像 那在解释GAD网络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图像数据在高维空间的分布 以及它的特点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 GAD网络这个原理 那图像呢 其实是高维空间中的数据点 但就是说 由于正式图像中的 像素质都能取任意值 所以这数据点 会充满这个高维空间 而是分布在一个相对低维的结构上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函数 加数据 比如说这边28x28维的每个数字 可以映射到这个低维空间上 那也可以从反向的 从低维空间 逆映射到回那个高维空间 那这边主要作为 硬映射关系的就是拘函数 那这个拘函数 可以是由神经网络来构成的 而且它的参数可以 以数据学习出来 那前提是说 这个数据在高维空间 必须形成一个 该类的匹配的 而且这个匹配的 通常是可以解析表示的 那问题是说 我们如果去表示 这个数据的这个分布 并从中采用 就是产生一个新数据 那几个数据是 记得一下这几点 首先我们基于 简单的一个分布 产生随机的这个项面 那这个可以是 一个低维的均匀 或者是高式的分布 那我们使用 一个生存器网络 就是G 对这个随机变量 进行一个变换 就是X等于G 在产生一个 复杂概率分布 我们可以叫做PX 然后G 这边我们就叫它 生存器的方法 在随机过程里面 我们是调整 G网络这个参数 使这个PX 可以以真实的数据 Pdata的分布 那怎么说是 可以达到目的呢 当这个PX和G 一式的表达了 这个真实数据分布的时候 我们就算是达到目的 那我们可以从 这个PX上面产生 随机销量上 分布上面产生 再经过G网络变换 那这个就是等下于 从Pdata上面产量 那有生存器网络 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去学习 出生存网络中的这个参数 这个生存网络参数 此之可以 和数据的分布Pdata 那这次数据分布Pdata 和生存器分布的PX 都没有一个解析表示 那我们没办法直接 计算它们之间的差距 或者数字函数 但我们有一个比较聪明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 判别器网络 来分别去判别 到底这个是PX 产生的数据呢 还是从正式分布Pdata 产生的数据 它给其他区分的话呢 代表这两个概率分布 而是有差别 它还是有差距的 那么这个G网络 就有进步的空间 那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使用一个分类网络 去区分两类样的 将这个分类正确率 作为两个概率分布的这个差距 那两个整个越接近 分类正确率应该就是要越低的 那判别器网络低 而生成器网络 G和D 它们就变成一个对 它们在训练的过程里面 就采用这种 对于看了学习的方式 来进行训练 训练的过程就是 训练D网络的时候呢 我们会降低这个分类数值 尽量地去分辨 G网络产生的这个两样的 那训练G网络的时候呢 我们要提高这个分类的数值 精力去迷惑这个D网络 使之无法区分 真假的这个样子 那两者其实在这个训练过程 一样互相去对抗 那之后我们希望达到 就是说G 是在最好的状态下 最优的状态下 可以产生 一家乱阵的这种量的 那如果我们用更严格的数学公式 来表示GAN的训练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就是这样的 对于GAN呢 我们是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给定一个G 我们训练最佳的这个 判明器网络D 找到一个D使得这个目标最大 然后呢我们就是固定D 在所有可能的G网络中 找到使得上述损失最大 就是说对应复制最小的一个G网络 代表就是这个是最好的生成器的 那这是可以证明呢 最优的G网络呢 是满足PG等于Pdata 那介绍完GAN的模型 这个基本思想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GAN网络的具体例子 最早的GAN模型是基于 波程感知器MLP的 对应的GAN模型生成能力 其实也没有限 只能生成一些手写数字图像 这样的简单图像 那后来呢 有人提出了DCGAN的模型 使用反卷晶网络生成器 使用卷晶网络作为判别器 那可以生成真实度 更高的这个能力图像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超分辨率任务中 也使用该模型 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们刚才提过 那足像素的聚发误差 损失会产生过于平滑的图像 因为聚发误差 倾向于给出有可能 高分图像的这个P均值 作为一个最优积 那研究人员发现 生成网络可以通过鼓励网络 产生一些接近自然图像的 这种方法来提升超分辨率的质量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超分辨率模型中的GAN 常见的是SIGAN和ESIGAN SIGAN是首个加对抗生成网络 引物超分的这个工作 它SRSnet是同一篇若文提出来的 而生成器结构是一样的 只不过增加了一个判别器网络 这个生成器网络呢 它就是直接可以通过可以用来 这个生成地心度 清晰度图像 生成高清晰度图像的网络 这个判别器呢 是在使用的时候 不需要用到 增加这个判别器网络 之后的SIGAN的训练呢 就比SRSnet以及使用 percentual loss的这个模型 会更复杂一些 具体的原因呢 SIGAN的这个训练成器 是要同时优化三个训练 第一个是content loss 这个content loss呢 其实包含的这个追发误差 还有这个感知损失 追发误差呢 那我们知道它其实就是为了鼓励 恢复图像 像素质 高分图像 希望它们可以相近 那这个感知损失呢 是鼓励恢复图像的高层特征 与高分图像相近 第三个损失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生成网络 这个叫 Evolution loss 然后鼓励恢复图像 更真实 希望呢 细节更丰富 那在训练的时候呢 我们会同时优化 这个 叛联器网络 与设置器产生对抗 最后更像我们学习到的 这个对抗摄像网络的 很像法式一样 那在这个 接下来的工作中呢 ESIGAN 就是Ehanced SIGAN 对SIGAN进行了 全面的这个改进 这个工作 也取得了2018年 超分下一个冠军 那ESIGAN 在SIGAN的基础上 进行了多数改进 包括就是网络的这个结构 这个判决器判决形式 以及更换了一个计算感知 与损失的 这个预信念 这个网络 那这些 在这些改进的帮助下呢 ESIGAN 可以看到 就是拿得到了 以ESIGAN 更好的这个视觉质量 以及跟逆真和自然的 这个文明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网络结构的这个改进 这部分改进主要是 在这个SIGAN里面 这个产生网块 改为比较复杂的 这个RND1网块 具体的一年呢 我们会移除这个 但是Normalization 成的BN程 那这个BN程呢 在分裂网络 常常使用到 但是在这个超分裂网络 我发现 尤其是一个比较深的网络 还使用不太熟 一个GAN的时候 会像是一些负面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把它移除了 另外我们提供了 这个衰减的这个因子 这个Beta 那这个衰减因子 是能够在这个 常常分支和主分支 就和之前 成立一个衰减系数Beta 提高这个训练的稳定性 然后另外 在这个Dance Block 这个结构里面呢 我们增加更多的连接 那ESIGAN在这个 探别器的部分 也进行了改进 我们使用一个叫RAGAN的结构呢 替换普通的GAN 那这个RAGAN 具体这一项 是被我们找 基本上它跟GAN 是个区别 那我们知道GAN 做的判别器 其实就是尝试区别 真实图像 所伪造图像 则做一个分类 一二雷 而一样呢 中文判理器呢 至少是判断 图像之间的相对真实性 比如说 真实图像 是否就是比 伪造图像更真实 然后伪造图像 是否比真实图像 就更虚假 那这边呢 那我们需要计算 UNI-Bash 因为 出真实样本 和伪造样本 一个均值 这样来做一个 相对真实性的判断 那我们还改进了 这个感知损失的部分 是Veceptual Loss的部分 在原本的 这个感知损失中呢 我们使用激活后的 这个显映 计算这个损失 但是在Yes I GAN 里面 我们是使用激活前显映 来完成这个计算 这个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激活后的这个客人 你可以看到 这是非常稀疏的 特别是在很深的网络里面 那这种稀疏的激活 提供的监督效果是能够的 会造成性能低下 我们也发现就是说 当我们使用 更加密集的这种激活 这个监督信息会变得更强 一些比较细节的这个归复 也会做得更好 所以这个是Yes I GAN 什么激活前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细节都跟去相远 原来原始的图像 第二个原因呢 是使用激活后的响应 更容易使这个图像 产生的亮度上的偏移 所以我们必须使用激活前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 使用激活前的这个响应 比如说activation 这个绿色的响应呢 是跟接近这个颜图的亮度 使用激活后的这个亮度 会产生偏移 那这个是我们想看到的 所以使用激活前的这个响应得更好 那我们将Yes I GAN 和其他方法做了对比 那这边我们引入了一个叫做 theption 或distortion 的一个平面概念 那这里的横轴是 in squared error in se的这个损失 就是表示恢复图像 和原图像之间的主像数的差异 差异越小 视针子就越小 那重轴呢 是感知损失 它是有两个感官主标 然后感官指标 平均而来的 数字越小 代表图像的观感越好 当然我们希望 就是说有个超分的方法 可以接近 它用很小的视针 那也有更好的观感 它现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两个指标 通常是有一个趋势关系的 如果我们追求这个更小的视针 那可能就带来一些 那如果我们追求这个观感 那可能在细节上 就会和原图产生一定的差异 那通常我们会把超分算法 按照失针 损失 那这个分成组 就按照这个失针分成组一组 那每组里面呢 我们就会去看它的这个 短杆的指数 那这边我们会想 三个不同的组 R1 R2 R3 那我们在R3里面 这个区域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Yes,Again更加追求 就更好的观感 所以它在R3这个主性能 是好过 也有了其他方法 那Yes,Again已经广泛的 被用来信息经典的游戏 包括重返德军总部 毁灭战士等等这种 经典的游戏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细节的效果 那说完这个图片的超分 我们简单讨论一下 视频超分面率 那与图像超分 相比视频超分 可以使用视频 本来就拥有很多的 这种针的这个信息 如果我们能把 很多针的这个信息 能利用得很好的话 我们其实是可以 比用单一图像 恢复更多的细节 那视频的相向于针 其实存在一定的动用 对就必须得 先把这些针先对齐 我们才能做 进一步的如何 才能做这个视频的超分 所以对齐这个问题 也是在超分这个方法里面 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早期的研究呢 基本上就是将这个视频 恢复任务 看作是一个视频 看作是一个图像 恢复任务 来简单地做一个挫展 那视频真与真之间的 容易信心 是原来没有办法充分的利用 那最近的研究呢 通过更复杂的方法 将视频任务 分成对齐 和特征提取 和重建的四个部分 相好利用了这个视频 正与真之间的信息 那其中呢 对齐可以使用光流算法处理 利用光流 在两多的真之间 对齐并建立准确的 这个对应关系 另外的研究分析呢 尽管是采用这个动态率波 或者形变 来做这个对齐 对齐后呢 那我们可以 更加有效地去融合 这些真与真之间的特征 然后我们最后可以 进行特征提取 然后后面做重建 融合的话 我们一般就用 2D或3D的据迹 或者用学环的 这种结构去达成 那EVR是 2019年起初的方法 那该方法在CVPR Entire2019年图像 和视频增强的竞赛中呢 也比较大的优势 在视频超分 去融合的四项任务中 都取得了第一名 那这个方法提出了 适用于多种视频 中间任务 超分去融合的 一个统一框架 大家在 Invented 里面 可以找到这个方法 那这个图呢 就表示了 EVR的网络结构图 它对于超分任务 和去融合任务 有着不同的输入方式 那由于SR任务呢 输入是一个低清晰度的数据 输出的是高清晰度的 因此输入图像 真训练的 会直接位入这个网络 并经过上产样 上产样 得到这个高清晰度的图 那对于去模糊的这个任务呢 图像真会首先 我们会经过下产样 转换为较低的这个分辨率 然后再一次经过这个预先去模 对齐融合重建 然后得到去模糊后的特效 那跟之前的方法的区别在于 就是说 EDVR是在 之前的方法是 真和真对齐 作融合在提取特征 那EDVR呢 是在特征空间上 去做对齐的 也不是在图像上对齐 所以它在特征空间上对齐 直接在特征空间上做融合 那EDVR主要分两个模块 第一个是叫PCD-Line 那它是通过金字塔 几年变形对齐这个处理呢 去处理比较大的这种运动 其中使用了这个 形变的这个卷积 由粗粗细的方式 在特征的级别上 进行真与真之间的这个对齐 那什么是这个 形变的这个卷积呢 比标准的这种 卷积的常规 采样的网络是贵样的 那常规的话 我们比如说 就会以这种 在这种预点上去采样 那形变卷积呢 它会学习这种 额外的编辑 允许网络 从其常规的这个 局部领域呢 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 除了提高这个 常规卷积的能力 所以一般呢 就是我们在图像上 经过这个全体潮 去学习这个偏移量 偏移量呢 我们得到这些偏移 就是这种 对青蓝色的箭头看到的 然后呢 这个偏移量就会 用过这个 形变卷积 然后得到辅助结果 那在EDBR里面呢 我们是把这个参考针 参考针就是我们想 修复的耐影针和相影针 做个几年 然后我们去通过一些 嘴机去学习 他们这个偏移量 再把偏移量输入到这个 形变嘴机 做形变的一个入处 然后得到这个 对齐后的这个 这个实际在EDBR操作里面呢 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 对 其实它采用了一个 金字塔结构 实现了就是由出大老西的 图像特征物的对齐 主要的这个目的呢 还是为了出力 比较快 而且复杂的运动 那除了PCD之外 另外一个 EDBR的主要模块 是叫做TSA 主要是用了时空注意力的机制 去做这个特征间的这个 那这个特征间的 这些线模块呢 主要是通过了这个 时空注意力 使得这个时间走和空间的 这个走的注意力 都可以被应用 然后是为了强调 一些重要特征 对后面的重点 是可以看到了帮助 那具体设计这个模块 主要原因是为了 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说 遮挡模糊和前列 一些未对齐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相应之间的信息 其实是不足的 不同针 之间应该有不同的选重 所以我们用了一种方式 去在每一针 针的针之间 去找他们的相关性 然后也利用了这个 空间注意机制 在每一针的内部 找每个位置的这个 特征 然后加选 通过这种关系 时间和空间注意机制 来进行保护 那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 EDVR的效果 其实还是不错 那在Ament Editing 这个库上面呢 除了EDVR 我们也把最新的Basic VSR 也都加进来 就是2011年CVPR 发表文章 Basic VSR 在结果上 各位简单 效果 速度上就比 EDVR更好 Hello各位同学 大家好 这是我们 OpenMM Lab 实践课程的第六课 在学习完图像 超分辨率相关的支持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 MM Editing 这个工具包 去完成一些图像超分辨率的任务 那么在这节时间课中 我们会向大家介绍 MM Editing 并着重介绍 MM Editing中超分辨率相关的内容 MM Editing 还支持抠图 图像转译 图像修补等任务 这些内容 我们会在下节课中 向大家主意介绍 在听过 吕老师的课程之后 相信大家对SRCN ESRGAN等 图像超分辨率的模型 都有了一些了解 那么在实践课中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模型 在MM Editing中 是如何实现的 以及如何使用的 MM Editing 是面向图像编辑任务的 一个工具包 它包含图像修复 抠图 超分辨率 以及图像转译 四个具体的任务方向 附现了15篇论文 提供了30余个预训练模型 MM Editing的代码 和文档链接 如幻灯片底部所示 当然在搜索引擎中 搜索MM Editing 也可以很容易 找到这两个网站 那么在这节课中 我们只会覆盖 MM Editing中 超分辨率模型 相关的内容 在MM Editing中 超分辨率模型 被分解成如下模块 经过理论课程的学习 我们知道 超分辨率的模型 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早期的模型 使用一个生成器网络 从低分辨率图像 恢复高分辨率图像 然后将恢复的 高分辨率图像 与真实的高分辨率图像 逐像素进行比对 计算损失函数 后续提出的 超分辨率模型 则逐渐 辱入了 对抗生成网络模型 使用一个额外的 判别器 去鼓励生成器 生成更为真实的图像 对应的也就增加了 对抗训练相关的损失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 感知损失的模块 用于比较恢复图像 和原始高分辨率图像的 高层次语义特征 将三个损失函数 结合在一起 对模型进行训练 就可以训练出 性能更好的 生成器网络了 MM Editing 对这两种 超分辨率模型 都有支持 我们只需要在配置文件中 将模型类型 指定为Basic Restorer 并且配置对应的 生成器网络 和对应的 像素损失函数 就可以实现一个 基本的超分辨率模型 例如经典的SRCN 以及后续提出的SRSNet 以及RRDBNet 都属于此类模型 幻能片中给出的 就是一个SRCN的 模型配置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模型包含三个卷积层 第一个卷积层 将三通道输入的图像 转变为64通道的特征图 第二个卷积层 将64通道的特征图 转换为32通道的特征图 第三个卷积层 再将32通道的特征图 转换为三通道的输出图像 三个卷积层的 Kernel Size 分别为91和5 这也是SRCN论文中的 一个基本配置 这里我们通过 upscale factor这个参数 指定模型对图像的 放大倍数 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放大倍数的模型 通常是独立训练的 训练出的模型的权重 也有所不同 而在损失函数的部分 我们使用L1Loss 去比对像素之间的差别 以衡量恢复的 高分辨率图像的质量 如果我们在模型中 使用对抗生成网络GAN 那么我们的配置文件 就会复杂一些 除了有刚才讲到的生成器 以及像素的损失函数 我们还需要定义额外的 判别器 感知损失 以及对抗训练的损失 每一项分别为一个字典 包含对应部分的模型结构 这里我们以 ESRGAN模型为例 来看一下每个部分 都是如何配置的 那么ESRGAN的一个创新点 就是RRDB-NET RRDB-NET是在REST-NET的基础上 进行改进得到的一个网络结构 该结构中残差块的个数 以及一些中间卷积层的通道数 分别由下面的参数给出 在判别器部分 我们使用一个改进版的 VGG-NET RRDB-NET作为生成器 可以将低分辨率图像转换为 高分辨率图像 在判别器部分 我们使用一个改进版的 VGG模型 该模型可以将输入图像 分类为真实图像 或恢复图像两个类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ESRGAN使用的三个损失函数 第一个函数 即为像素损失函数 我们使用L1Loss 惩罚恢复图像 与真实图像 像素之间的差距 然后我们定义了 一个感知损失函数 这个感知损失函数 是通过VGG19网络计算的 这里34表示 这个网络的第34层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 ToshVation中 VGG19的定义的话 就可以发现 这个第34层 其实就是 最后一组卷积的最后一层 那么这里我们感知损失 而不使用风格损失 接下来是对抗训练的损失函数 这里我们只使用一个 普通的GANLoss 也就是我们在课程中 所讲授过的 对于判别器 当它不能正确分辨 恢复图像和真实图像的时候 给予一个分类损失 对于生成器网络 如果判别器可以识别出 这是恢复图像的时候 也对应给予一个分类的损失 有了这三项损失函数的定义 ESRGAN模型 在训练的时候 就可以联合优化 三个损失函数 超分辨率模型的训练 自然也离不开数据 这里我们就看一下 MM-Editing中 数据是怎样配置的 MM-Editing中 配置数据的方式 和其他工具包也非常类似 我们会在Data这个字段下 指定Data Loader 以及数据文件的配置 对于训练 验证和测试字集 我们会分别使用 Trin Validation和Test三个字段 去定义对应的数据文件 MM-Editing所支持的数据类型 通常是SR Annotation Dataset 或者SR Folder Dataset 这两个类型 那么在后面的代码演示中 我们会具体看到 这两种类型的数据集 分别是如何使用的 那么无论是哪种数据集类型 我们都需要使用LQ Folder 去定义低分辨率图像 所保存的目录 以及使用GT Folder 去定义高分辨率图像 所保存的目录 如果是Annotation Dataset 我们还需要指定一个 Annotation File 那么Annotation File的具体内容 我们也会在一会儿的 代码演示中看到 那么这里我们还需要 通过Pipeline 去指定训练和测试过程中 所使用的数据预处理 和数据增强策略 那么在数据文件之外 我们还需要设置一些参数 去配置Data Loader 比如这里我们需要使用 Workers per GPU 去定义读取数据的进程数 以及使用Samples per GPU 去定义Batch Size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在MM Editing中 训练验证测试级的Data Loader 是分别配置的 这与其他MM工具包有些不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流水线的配置 数据流水线的配置 通常也并不复杂 通过索引 从数据集中取出的数据像 通常只有对应的路径 也就是两个字符串 来表示低清图像 和高清图像的路径 接下来我们会使用 Load Image From File 从这个对应的路径中 将低分辨率和高分辨率的图像 读入到程序中 然后我们会使用 一系列数据增强策略 例如这里的像素值归一化 随机裁剪 以及随机翻转 还有随机转置等等 在经过一系列图像处理操作之后 我们会将对应的数据 转换成PiTorch的Tensor 并且拼装成字典 然后传递给超分辨率的模型 进行训练或者测试 超分辨率模型的训练策略 也与分类分割 检测模型有所不同 在之前介绍的工具包中 我们最常见到的优化器是SGD优化器 但是对于超分模型 我们更多的会使用ADAM优化器 对模型进行训练 事实上在训练对抗生成网络的时候 ADAM就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优化器 超分辨率模型在训练的过程中 也需要下降学习率 除了简单常用的不常学习率策略 我们也会使用cos学习率策略 在这种学习率策略中 学习率会以余弦函数的形式进行变动 也就是如右边这张图所示 对于超分辨率模型 使用这样的学习率策略 有时候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那么这里我们也会使用Ether 也就是T度下降的迭代次数 去定义训练的总长度 以及学习率下降所对应的迭代次数 那么讲完了配置文件 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下MM Editing 那么为了方便演示呢 我这里也准备好了一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包含两部分内容 首先我们会使用预训练的模型 完成推理 也就是使用预训练模型 将低分辨率图像转换为高分辨率图像 然后我们会向大家演示 如何使用自定义的数据 去微调一个超分辨率的模型 那么在实验的开始 我们还是需要去检查 collab上的环境 并安装对应的工具包 那么这个步骤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 也讲过很多遍了 我们这里再简单过一下 首先我们去检查 PiTorz的版本 然后根据这个1.8.1和Cuda101 去安装对应的MMCV 然后我们通过GitClone名领 将MM Editing的原码 Clone到本地 并且使用Pipe从原码进行安装 安装成功之后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PiTorz 以及MM Editing的版本 这里可以成功Import 并且输出版本 那么就证明我们安装成功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预训练的模型进行推理 针对图像超分辨率 中也提供了很多模型 比如我们多次提到过的 这个ESRGAN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这个页面就会跳转到ESRGAN 对应的部分 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配置文件 以及对应的预训练模型 都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进行下载 那么当然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 对应复制到Collab中去 当然这里我也已经复制好了 那这里为了演示方便 我们就使用一个简单的SRCN模型 因为ESRGAN模型还包含更多的模块 它的训练通常会更耗时 那我们还是通过WGET的这个命令 把这个链接贴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模型下载到对应的 Checkpoint文件夹中 那么这里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样力数据 放到了我们的一个GitHub上 那么这里我们也通过GitClone 把这个样力数据下载到这个Data文件夹下 那么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首先这个Checkpoint文件夹下 会有一个文件 这个就是我们的模型的预训练参数 然后这个Data下面 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几个数据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数据集 一个叫Site5 一个叫DIV2K 那么里面分别有一些图像 那么这里当然不是完整的数据集了 我们只有几张样力图像 这个LR就表示低分辨率图像 这个Git就是对应的高分辨率图像 下面我们就来展示一下这几个图像 我们这里写了一些图像展示的代码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从LR文件夹读取 出来的图像就是低分辨率的图像 那它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 那么对应的高分辨率图像就是非常的清晰的 这里的细节都非常的清楚 那么我们使用预训练分辨率的图像 恢复出这张高分辨率的图像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应该怎样操作 首先我们需要在这里设置配置文件和参数文件的路径 那么因为我们选用的是SRCN这个模型 那么我们就需要设置对应的SRCN的一个配置文件 以及我们刚才下载下来的这个预训练模型的一个参数 那么当然都是同一个模型的 接下来呢我们调用这个叫做enitmodal这个API 就可以初始化这个模型 那么初始化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odal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授过的 Basic Restore这个类型 然后它里面包含两个模块 首先有一个就是我们的generator 也就是SRCN的这个结构 那么它包含一个普通的上采样层 也就是一个bicubic四倍的一个上采样 然后有三个卷积层 将这个差值放大的低分辨率图像 变成一个高分辨率图像 然后还有一个pixel loss的模块 它是一个l1 loss 定义了恢复图像和真实高分辨率图像之间的一个损失 那么初始化完模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restoration inference这个API 完成我们的推理任务 那么这个API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刚才初始化好的模型 以及对应的低分辨率的图像的路径输入进来 就可以完成高分辨率图像的恢复了 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结果 那么这里result实际上是一个pytosh的tensor 它是一个四维的 因为我们这里只有一张图像 所以最高的维度是1 首先因为像素值需要介于0和1之间 所以我们这里调用这个tors点clamp这个函数 对这个tensor的数值进行一个截断 我们把小于0的数值通通置为0 然后大于1的数值通通置为1 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四维的数组 它的顺序是nchw 而且这里面的n是等于1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squase函数 把n这一维拿掉 然后再通过一个permute函数 把剩下的chw三个维度转换成hwc 然后再转成一个numpy的数组 那么这个转换出来的numpy数组 就是一个python中通用的一个图像的结构了 那么我们这里使用image sr这个变量 去装载这个数组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超分辨率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里也是我们写了一点这个可视化的代码 把这三张图像分别给展示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左到右依次是低分辨率图像 恢复的高分辨率图像和真实的高分辨率图像 那么这个恢复的高分辨率图像 仍然是有些模糊的 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恢复的有点问题呢 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推理的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 这个是因为我们set5这个数据集里面的图像 它的低分辨率图像在降采样之前 是加入了一个高丝模糊的 也就是说这个lr这个图像 是这个hr这个图像 先经过一个模糊 再降采样而得到的 但是我们MMediting中提供的预训练模型 在训练的时候是没有加入高丝模糊的 那么这就导致了训练与测试数据的一个失配 那么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相对模糊的恢复图像 那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模型产生一个相对清晰的图像呢 那么我们就必须使用加入了模糊的低情图像 去重新训练这个模型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在MMediting中去训练这个模型 那么和其他的工具包类似 在MMediting中训练一个模型 大概也需要这么样三个步骤 首先我们需要去准备一些训练数据 并且按照一定的格式把它们给整理好 然后因为我们通常是基于预训练模型进行微调 所以我们还需要对这些训练的轮次啊 它的一些学习率进行一些的修改 那么一切配置文件都修改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一些训练的API去启动这个训练 那么将数据整理成MMediting所支持的格式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将对应的低分辨率图像和高分辨率图像 命名为相同的文件名 然后再放置在不同的文件夹中就可以了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生成一个简单的标注文件 这个标注文件实际上也是一个文件列表 我们只需要将高分辨率的图像名以及对应的分辨率填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那比如说这个第一个PNG实际上就是一个高分辨率图像的文件名 那么后面480乘以480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分辨率 那这里3当然就是它的通道数了 那么这个标注文件也不难生成 我们只需要便利一下这个高分辨率图像的这个目录 然后把对应的图像读取出来 检查一下它的分辨率 再把对应的这一行给写到文件里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这个数据集 也就是这个DIV2K这个数据集 是我们预先整理好的一个数据集 它实际上是完整的这个DIV2K的一个子集 我们只挑选了很少的一些图像 那么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我们整理好的 我们也知道它这个大小就是这么大 所以这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数填在这里了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这段代码 我们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标注文件 那么实际上就是满足我们这个要求的一个标注文件 那么准备好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修改这个配置文件了 那么这里读取进来之后 我们再通过这个PrettyTax去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配置文件 那这里有Model就是这个SRCN 后面有这个Data的项目 定义了各种这个数据集的路径 还有它的一些训练的流水线之类的东西 还有下面的一些学习率 那么这里我们先不深究 这个和我们刚才在幻灯片里讲到的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重点关注 我们需要如何对这个数据进行修改 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数据的路径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原始配置文件中的这个数据集 实际上是一个这个annotation dataset 然后对应的这个低分辨率和高分辨率的图像 分别放在这样两个文件夹下 然后对应还有一个annotation file 就是我们刚才生成的那个annotation file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中呢 因为这个数据放到了这个data下面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低分辨率图像 高分辨率图像 以及刚才我们生成的这个annotation file 去重新设置一下 那么对于验证集呢 我们就用刚才这个set file里面 这几张小图像 也就是我们刚才在推理那个任务中 使用的那几张图像 同样这里有一个低清和高清图像的文件夹 我们把这两个文件夹设过去就可以 那这里我们就不需要指定这个annotation file了 那因为验证集和这个测试集 实际上它是这个叫做srfolderdataside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是这个srfolderdataside 这种dataside的类型 就不需要这个annotation的文件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低清和高清的 这个图像的文件夹给设置对就可以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是进行这个预训练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指定一下 这个数式化模型的参数 然后我们需要设置这个工作目录 去保存我们的一些日志 以及在训练过程中的一些中间模型 然后我们需要配置一些训练相关的项目 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个collab平台上 它的一些计算资源比较受限 所以我们把batch size 以及进行数据预读的这个进程数 都给设的比较小 那么这里batch size只有4 然后这个多线程我们也都关了 就使用这个python的主线程 去读取数据 那么因为是fine tune 我们也不需要训练那么多的次数 我们这里只迭代200次 然后学习率策略 我们也对应修改一下 我们这里给它修改成一个 比较简单的这个按部场下降的策略 而且只下降一次 也就是我们一共训练200个 200个迭代次数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一半的时候 也就是100次迭代的时候 对它下降一次 然后就是日志 以及中间结果的一些配置 那么因为我们训练的也非常短 那么我们就在200轮结束的时候 做一个验证 并且把这个结果存下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执行一下 把这个配置给修改掉 那么执行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配置已经被修改掉了 我们这里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样一些数据级的路径啊 还有一些这种训练的轮次 都成功修改了 那么修改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对应的api 大概启动训练了 这里代码会稍微多一点 我们逐一来讲解 那么首先我们会调用这个 Build Dataset 从Config的这个训练集中 去构建这个Dataset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个SRI Notation Dataset 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们会使用model相关的这个配置 去构建这个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 实际上就是一个Basic Restore的对象 然后我们编写一些功能性的代码 比如说去创建这个工作路径啊 实际上是一个目录 需要我们去手动去创建 然后设置一些Meta Information 然后这些东西最终会保存在 我们的这个日志里面 然后都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Train Model 这个函数 然后把我们初始化的这个model 还有对应的Dataset 还有一些config 然后都丢进来 就可以启动这个训练了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那么准备好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应去修改这个配置文件了 因为我们是基于SRCN去进行一个微调 所以这里我们也就先把SRCN的原始的配置文件读进来 然后再基于这个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读进来 然后再简单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那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比较长的配置文件 那么我们从头看起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model字短 就定义了这个SRCN的这个模型 它有一个generator和一个对应的pixel loss 然后呢中间这些项意义不知很大 滑到下面我们看到这个data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定义了我们的数据 那么上面实际上是一些data loader的定义 那么然后是我们的这个train 也就是训练子级 那么这个训练子级实际上它是一个repeat data set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数据级重复一千遍 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虚拟的数据级 那么在这个具体的数据级中呢 我们定义了这个低分辨率图像和高分辨率图像的两个文件夹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训练的时候一个文件夹 它用的是这个div2k这个完整的这个数据级 那么这里我们也会一会也会用这个div2k 不过会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子级 我们自己处理好的一个子级去进行这个训练 那么对于这个sr annotation data set呢 我们还需要指定一个这个annotation file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annotation file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数据加载的流水线 那这里主要就是一些比如说图像的读取 然后一些数据增强相关的项目 然后验证级和测试级呢 那它实际上是类似的 不过这里的数据级的类型就变成了sr folder data set 因为对于验证和测试 我们并不关注这个高分辨率图像具体的这个分辨率 我们只需要能对应计算这个损失函数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呢因为测试也不需要做数据增强 所以它的数据处理流水线也简单很多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optimizer的部分 这个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优化器 那这里我们使用的是ADAM这个优化器 然后呢一共训练了这是100万轮 然后使用了cosine restart这个学习率策略 那如果我们是微调的话就不需要训练这么多轮 那么这里一些参数我们也会对应进行修改 然后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 我们怎样去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需要把数据级的这个路径给它改掉 那么因为我们的数据级放在这个 data文件夹下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对应的低情图像和高情图像 以及对于训练验证和测试三个子级 都做出对应的修改 那么对于训练子级的话 我们这里还需要加入这个annotation这个文件的路径 那么对于验证和测试 我们只需要把高分和低分图像的路径输入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我们是预训练模型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预训练模型的这个路径也贴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 checkpoint文件夹下的这个参数文件 然后我们需要设置一个工作路径 然后我们需要对这个data loader做一些配置 因为我们这个collab环境上计算资源比较紧张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bidge size设的小一点 这里就设了一个4 并且我们把这个数据预读的这个多线程也给关掉了 我们就用这个主线程去读这个数据 然后因为我们这里是微调呢 所以也不需要训练那么多轮次 那么这里我们只设置训练200个迭代就停止了 然后并且在100次迭代的时候对学习率进行一个下降 那么原始的配置文件是这个cosine restart的下降策略 那么这里我们就都通通改掉 给它换成这个step的学习率策略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 修改完配置文件之后 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训练了 那么这里训练的代码相对有点复杂 如果你使用tools里面的工具的话 可能会相对简单一点 那么这里因为是在python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就直接调用这些代码 同时也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训练的这个工具是怎么实现的 那首先我们会需要根据这个训练级的一个配置 去构建对应的这个数据级 我们调用这个build dataset这个函数 就可以把数据级给构建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调用这个buildmodal函数 把modal相关的一些配置输进去 就可以构建出这个modal 这个modal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basic restorer这个类型的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需要实现一些功能代码 比如我们这里好的模型传进去 把刚刚构建好的dataset传进去 把这个config给传进去 然后还有刚才我们构建的一些这个日制信息也给传进去 那么这里因为我们只用单击单卡训练 所以这个distributed我们设置成false 那么validation实际上我们是需要的 所以这里给它开开 那么把所有这些都写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训练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训练是正常启动了 首先它这里呢去读取了这个运训练的模型 然后并且开始了这个t2下降的迭代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实际上就是实时的一个学习率 那么这个就是初始的这个万分之二的一个学习率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loss是逐渐下降的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模型比较简单 它只有这个pixel loss 所以这里面也就只有这么一项 如果你使用一些像esrgun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模型 它就会把所有的loss都列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我们稍微等一会儿就可以训练完成了 那好那这个训练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说它存了一个这样一个checkpoint的文件 然后并且在最后呢做了一个validation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输出了两个指标 一个叫psnr 还有一个叫ssim 那么从这个数值上来看就还可以了 毕竟我们数据也不多 训练的伦次也比较少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目录 也就是我们刚才建的这个tutorial 这个工作目录下面呢 实际上也就储存了它训练好的这个模型 也就是这个eter200 也就是第二百轮存的这个模型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验证一下这个模型训练的到底怎么样 刚才我们说因为我们 MM-editing中提供的预线的模型是没有加这个高次模糊的 然后呢我们的数据中却有这个模糊 所以恢复出来的图像效果不是非常满意 那么我们经过这个finetune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恢复的效果怎么样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用刚才的方式 把这个模型给初始化 并且调用这个restoration inference 完成这个高清图像的恢复 然后呢我们对这个恢复的结果 实际上是一个torsh的tensor 去做一些后处理得到一个non-peer read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然后我们把刚才的结果和finetune之后的结果 做一个比对 我们这里写了一些图像可视化的代码 那么通过这个对比我们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经过一个finetune之后 我们的这个恢复会好一些 那么这里如果直接使用我们的预训练模型 恢复出来图像还是有些模糊的 但经过finetune之后的图像就稍微清晰了一些 但比这个原始的高清图像还是差了 差了不少 那如果同学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使用一些比较新的模型 比如ESRGAN去完成这个任务 并且调整一些训练参数 或者增加一些训练轮次 看看会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那么今天我们的代码演示就到这里 如果同学们对MM-Editing 或者MM-Editing中一些比较高级的用法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照这个MM-Editing的文档网站 如果有其他问题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QQ群进行提问 那么这节时间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